寒食节 在夏立冬至后的105日 清明节的前一二日 市日初为节食 进烟火 只吃冷食 并在后市的发展中逐渐增加了 祭扫 踏青 鞦韆 醋居 铅沟 斗鸡等风俗 身在日本的我也早早听说 家里开始准备寒食和清明的活动 当然自己也不能落下 老家云南的特色韩食 当属木瓜水 两米线了 可是这些在日本都很难购买 没有办法 只能另批西径 去中国物产店寻找其他美味 可是到了物产店才发现 好像大家都在准备寒食和清明 本想着买一些现成的薄饼做成鸡蛋饼 可是跑了好几家物产店都没有货 正当我失望的时候 一个新想法浮现在脑中 云南有一道特色小吃 是将土豆切丝油煎成饼 名为干贝土豆丝 于是说干就干 买来土豆准备开始制作 首先要把土豆切丝 先切出一个平面 然后翻转一下 这样来切片土豆不容易打滑 全部切片之后再切成细丝 切土豆很锻炼刀工 好在对于平时也喜欢做饭的我来说不算难 然后需要过水洗掉多余的淀粉 准备工作做完之后就可以开始制作啦 锅热到油炝锅 然后把土豆丝铺开 小火慢煎 一面煎成形之后就可以翻面煎另一面 绝对不能提前翻面不然一定会碎掉 等两面都煎香之后就可以出锅 撒上蘸水料和葱花就可以吃啦 在日本虽然无法祭祖踏青 但回味家乡美味也能勾起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情 就算无法回国和家人团聚 也无法去祭祖 要和家里打个电话 报声平安 也许还能让家人给已故的亲人带句句话 不光是抚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也能让我们这些在外拼搏的人 心里有一个依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